很多人在家做凉拌黄瓜都是一开始就放盐 难怪做出来的黄瓜又咸又不好吃 今天我就把最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黄瓜用这个波纹刀切成波纹片 用这个波纹刀切各种蔬菜水果都非常漂亮 切好的黄瓜撒上一勺白糖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用白糖腌过的黄瓜会更加的清脆爽口 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 您一直没给过我小红心上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您就给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记住千万不要用水清洗 直接沥干水分即可 然后加蒜末小米椒花生米盐鸡精半勺生抽半勺香醋 有条件的再来点香油给它翻拌均匀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凉拌黄瓜清脆爽口 好看还好吃 学会了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